2023年3月以来 一对夫妻购进大量猪肉干 故人切割 撑住封装 冒充牛肉干在网络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合计销售金额500余万元 猪肉冒充牛肉干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且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这是一起严重的制售伪劣产品案件 以下是对此事件的看法 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这种行为不仅欺骗了消费者 还严重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 不仅经济损失 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破坏市场秩序 制售伪劣产品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合法经营的商家因此受到不公平竞争 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法律严惩不待 对于此类违法行为 法律必将严惩不待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 加大对制售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 确保市场秩序稳定和消费者权益 不受侵害 提升消费者警惕性 此事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网购时要提高警惕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商品 同时 对于价格异常低廉的商品 要保持谨慎态度 以免上当受骗 综上所述 猪肉冒充牛肉干 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行为 极其恶劣 相关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 确保市场秩序稳定 和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 同时 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性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商品